現在已經從102年的一萬八千件到去年的三萬七千九百件 也從102年的損失財務37億到去年的88.79億 被害人數從102年的兩萬四千人到去年的五萬九千人 這個打仗的那種法務部都拿不出相關的辦法來 跟委員說明在法務部的執掌範圍內 我們也提出了相關的法律的修正 在執行面我們也要求檢警調 大家也要全力以赴來做一個有效的打擊還有偵辦 這樣子對提高行動的部分是不是法務部可以直接提出來 行動的提高還有構成要件的更嚴謹 各種新的形態的詐騙我們都有 因為不能老實說這個車手 說車手車手然後就重親 其實為什麼可以去當一個車手就這麼高的所得 他難道沒有一點基本常識嗎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共犯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要跟這個司法院也要溝通一下 因為車手一切重親現在幾乎外衣間現在都是詐騙團 詐騙團現在都在外衣間 而害台灣害得最慘的就是這群人 一般的百姓光我就接過不曉得多少次的這個詐騙電話 我接過很多次 所以我們其實法務部應該拿出辦法來 去跟NCC去跟所有這些單位大家一起來商討一個應對的一個辦法 不然我們電話一天到晚接到詐騙電話 這很奇怪 所以部長 不要越打越詐 這個 該加重刑度就要加重刑度 讓這個問題盡快 至少 趨勢是下降趨勢 不要每一年逐步都在上升 我們講喊打詐喊了多少年 所以這個東西請部長好不好 好 謝謝 另外 這個我要特別請請教一下 昨天台南又出現天坑了 昨天出現一個天坑 這個 台南中西區的五菲街出現一個天坑 那這個建設公司叫黃龍建設 也是賴清德總統當選跟黃偉哲市長 竣選總部的提供者 在昨天發生這個天坑 是不是比照一下新竹縣 這個桂部約談 這個陽文科縣長 還要交保 重金交保 是不是 法務部要印起來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是天坑 辦的方法有沒有不一樣 可以嗎 跟我說明 因為 每一個案件 它的事實內容如何 是不一樣的 那就趕快啟動嘛 不要跟我講個案不同 如果涉及到刑事責任的話 當然講法官他不會依法處理 好 那你既然講刑事責任 好 那一樣的事情 那我再請教一下 台南市 十槍 十槍開完在一個爆頭 爆頭啊 這個當天槍擊身亡 這麼全國矚目 這麼重大的事情 這個陳凱玲局長 本身就是貪污的累犯 慣犯 竟然 在去年3月6號 在搜索完月壇員工 員工已經講得很清楚 科員講得很清楚 陳凱玲說是上級指示的 在資料不齊備的情況之下 還要為這個光電業者來辦 為什麼3月6號就搜索月壇 要到今年的2月29號 財約壇黃偉哲市長 這很奇怪的事情 這在藍營的縣市啊 科員講完 隔天就要 隔天就搜索月壇啊 為什麼可以 躲過這麼長的總統大選期間 隔了將近一年啊 財約壇部長 是不是能告訴我一下 因為每一個案件啊 他的案情 不要再講每一個案件啊 我沒辦法 這科員就已經講很清楚了嘛 案件也不是我在處理的嘛 這當然不是你在處理 也不是我在處理嘛 但司法要讓人家信服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三水民調做出來 檢察官85%的人不相信檢察官 那資料我發給你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 這是創新高啊 85%的人不相信 三水民調做的 沒有啦 三水民調做的你可以Google一下 自己看完 然後下一次我再請教部長 好不好 就是說為什麼 一個科員已經公開講 陳凱玲局長告訴他是上級指示 一個局長的上級是誰 秘書長副司長市長是誰 一個科員他講的話 再加上他上面 明明這個東西就是資料不全不能辦的 為什麼可以承辦 又是光電案 這麼敏感的事情 然後經過將近一年 才約談他的市長 才約談他的市長 局長說上級指示那上級在哪裡 這在藍營的縣市 我看啦可能隔天就 隔天就約談 不不認的話就壓人取共 所以啊 我覺得部長 我覺得部長 司法要如何讓人信服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是皇后的徵操耶 現在還有人記得這句話嗎 皇后的徵操是怎麼樣 是值多少錢 是值多少代價就可以交易的嗎 還是值多少官位就可以交易的嗎 你們應該秉公辦到底嘛 對不對 為什麼高庵安的事情 是選前如火如荼 在新竹市 為什麼台南是 發生這麼嚴重的全國主幕的事情 柯月宇也公開的講 局長告訴他上級指示 然後可以延宕一年才來約談 好 我覺得部長 我們要將心比心 司法是我們社會正義 防線的最後一道底線 如果司法都不能正義 要談什麼國家正義 司法沒有正義 和有社會的互信 山水民調 也是比較親綠的嘛 你可以看看嘛 你Google一下可以看一下 它公佈出來的 是台灣公民聯盟請他 去做的民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啊 真的是部長 您是在位最久的法務部長 這個部分 當然我也是預祝你能夠連任是最好 但是這個部分至少要讓大家了解 85%什麼時候可以降下來 好 台灣人民認為政治辦案 對檢察官有巨大影響 85%的人認為是這樣 好 所以部長對這個東西要怎麼樣把它降下來 請你的腰桿要挺直 好 千萬不要有顏色辦案 好 另外本系再請教一下 下次你可以 今天你能回答就回答 不然就下一次回答 對言論免責的部分 不然有大法官509號解釋令 好 但是現在啊 不管是網軍側翼啊 特定顏色的媒體 還有一般民眾 我們可以都區分得出來 他就是網軍 不能永遠法務部就講 啊他IP社在國外 然後就沒有辦法了 現在網軍你集體都在國外 天天在帶風箱在洗腦 在做人身攻擊 法務部的辦法到底是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永遠兩手一攤 IP在國外我沒有辦法查 好再過來 特定政治立場 側翼媒體 好 進電視的事情 北極在去年7月19號已經質詢過了 NCC有條件通過進電視的時候 已經很清楚在去年 2月28號有條件通過他上架 大股東也是股東 6年之內不得移轉 陳建平已經出來講了這麼多次 本席在去年院位質詢 也請教過部長 裴偉的帳號 公然會選給這些股東 陳耀祥也是財務被告 你們還在用他字案 他到現在多久了 到底你們是辦還是不辦 一個媒體公器 一張執照 價值連城 這是關係到所有全國的聽樂人 但你們辦到哪裡去了 陳耀祥都要下台了 你們辦到哪裡去了 有像辦告報案這麼快嗎 因為理由是什麼 這關係到2300萬人聽樂人的 資的權利啊 今天是可以用這種態度 他的大股東已經移轉了 早就移轉了 本席也告訴你 檢舉人已經具名告訴 就是在裴偉的帳號 把錢匯給 這些原始股東 查到現在查了多久了 這麼清楚去查一下 這是重大的公共議題 這不是一個個案 是重大的公共議題 本席去年請教到現在 部長 你辦一次給他看一下 好不好 我們熱烈期待 你可以回答嗎 委員的指教 我都很仔細的聆聽 我們能夠做的 我一定會盡力的 部長你就最大了 怎麼叫你能夠做 你當然可以做 對不對 社會矚目案件可以不用辦嗎 我還是有我的職權的限制 社會矚目案件 本來就是要立刻來處理 部長 這個時候你不能卸責 你是法務界的大家長 全國矚目的案子 能夠不處理嗎 不能說光查一個資金流程 要查兩年三年五年嗎 所以部長這個事情 請儘快把真相 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可以嗎 謝謝指教 好 去年你也是跟我講 謝謝指教 但是我才不曉得 我們要指教到什麼時候 好不好 請給大家一個真相 讓全國國人能夠了解 好不好 謝謝部長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有額外的不給點規模 可以進入